科比是历史顶级的得分手,他在职业生涯中创造了许多的得分记录,例如单唱81分,零14唱50加,零19场40加,以及退役占60分,强如科比。 他在20年的职业生涯,中场决命中8.7球,总共命中11719球,位列历史第五,遗憾无缘12000球,下面看看命中12000球的四大球星都是谁。 四,乔丹12192球篮球之神,乔丹是工队内NBA历史第一人,他的得分能力无庸置疑,仅仅15年的职业生涯,中,就拿下过10次得分王。 除去受伤的赛季,付出的赛季以及新秀赛季,乔丹在健康的赛季都是得分王,也保持着季后赛单场得分的历史记录。 乔丹职业生涯共命中12192球,排在命中12000个球的榜单中,点底的历史第四。 三,张伯伦1268要求或许由于年代旧远,许多球迷对张伯伦不太了解,他曾砍下过历史最高的单场100分。 更可怕的是,曾在1961-623系拿下场就50.4分。 这一神迹至今无人接近,14年的职业生涯,中共命中了1268要求,位居历史第三,二马龙13528球,倘若要说,谁是历史上最遗憾的五年之王。 那么马龙肯定有一席之地,他在1985年首轮13,位位爵士选中之后,位爵士效率了18年,期间11次入选最佳一阵,仅次于詹姆斯。 历史第二多,与斯托克段合成为犹他双杀,期间两次打进总决赛。 但是都已败位结束,遗憾生涯无关,职业生涯够命中13528球,历史第三,能达到这个进球数,终是令人很意想不到。 一、甲巴尔要五八三七球甲巴尔是历史得分王,保持在NBA历史总得分记录,职业生涯六次夺冠。 毫无疑问是NBA95的球员,二十年共命中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几球,位居历史第一,值得一提的是,现役最接近命中要2000球的球员是现役联盟第一人勒布朗詹姆斯,截止到现在共命中一万一千二百八十球,位居历史第七,如今詹姆斯依旧在巅峰,唱军锦球九地九球,还差七百二十球。 不出意外的话,就算一个赛季达不到,两个赛季一定可以达成12000球,拭目以待吧。